张大千谈过无数恋爱,吃遍天下美食,因画画耽误了美食事业,张大千一生轰轰烈烈烈热闹闹,事业爱情大丰收,想泡的女人泡过了爱得坦坦荡荡想干的事情,干过了干得跌宕起伏,他自称自己是个厨师,画画只是他的副业却把副业干得疯你世界,无论是哪一方面他做的都很完美, 绝不凑合即便在哪个动乱的年代他的朝气,还是热气腾腾当他80岁的时候,已经白发苍苍势力的下降,让他没法再作画了,于是他创作了独特泼墨绘画方式,随意的拖洒用墨水的层次感做山水之画,这是他艺术上的突破朋友请求他作画,他本来已经年事已高不适合画画,但是他不服老光准备资料,就用了一年时间, 这幅画基本是老人没日没夜用毛笔完成的,泼墨为辅助这幅庐山图气势十足绿色,作为点缀让画面充满朝气,这幅画也耗尽了他的生命不画这幅画,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即便死亡之前的最后一刻,他还想为这幅画,天上最后一笔医生也拦不住,这幅画是他必生之,最很多人不知道,他在成名之前还是很痴情的, 他的第一个女人是他青梅竹马的表姐,长得漂亮性格温婉像个大姐姐,这个女人满足了他一切幻想而他也能在那个女人身上,感受到安心后来他出国留学后表姐身体不好,思念成吉很快就走了,他心如死灰,便出家,当和尚了但很快他就被自己打脸了, 家里人劝说他还俗结婚,他被说动了他的第二位夫人虽说大家闺秀,这不符合他的审美,因为生不出孩子,家里为他找了第三个夫人,张大千很喜欢这位夫人,曾经的挚爱被他忘得一干二净,自此之后他的桃花印一个接一个,他喜欢的女人大多元润肤白貌美,像他笔下的侍女, 他一辈子都在恋爱竞选渣男本色,但是他的才华吸引着一个有一个女子,他还是个十足吃货,自己还写了个菜谱,后来拍卖到上万元他自认为自己的厨艺超过话记张大千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去逛哪里有名的餐馆,如果做出好吃,他还会跑到后厨夸厨师并合影留念,晚年的时候他的朋友对他的厨艺评价都很高, 他不仅会吃,而且会做,张大千对做菜比划画要求,还高他不是自己去配调料,而是让仆人万自己要求分配在碗里,然后用手抓撒调料因为他是画画的,做菜也十分注重色彩的搭配,不仅要好吃还得好看,他女儿评价父亲一生爱好,除了书画,就是吃遍天下,每位一生走过大江南北,除了张大千再找不到第二个画家, 如果不是他艺术名声太大,说不定他就成了个美食家 店里面,说不定他不是乱born江南北,不定他在母然,他就成了个美食家 评议里面,会做从一个美食家里并comb的预想并 shaệ建筵